在台上把弟子龜背脸狼狼上口的是台中庙会幼儿园的孩子 5月18,福智文教基金会在台中教育大学举办的读经会考中 有半数是亲子一同参加 但备考成绩如何对这群背经爱好者似乎不是重点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学生比较少机会学习面临的困难 包括亲子关系,包括那种忧郁 其实我们透过今年的学习都会有很大的改善 在会场外五感体验活动中 主办单位选择了几个中文字 借由义工的讲解 让还没有背经习惯的民众体验文字的魅力 其中一位孩子选了一个让字 让妈妈很有感触 因为我刚生二宝 所以变成我对大宝的时候比较没有耐心 宝宝才刚出生两个多月 总是觉得什么都要去让二宝 最近妈妈去学习到说大宝 他也是需要我们的关系 不仅一个字的意涵 能让一个家庭重新展开对话 也有学习经典的家庭更是如此 我觉得孩子因为读经 我们就是互相会用经典对话 然后就跟外面的孩子 就是讲话的方式就会不一样 你要做得到的 你看你要哪一张 父母乎音乎缓 因为我以前就是妈妈叫我做的事情 我都不会去做 好窩心喔 你真的要做得到喔 妈妈做得到 每次洗完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然后我们就会堆力 所以其实读那个地质规是很好的一件事 爱我爱我爱我 现场还有更多读经的孩子 分别许效对父母爱的承诺 我们一定会做到 经典除了拿来背诵外 也已慢慢进入家庭生活 可以是亲子共读 也可以是沟通的新桥梁 毕竟已带给这群孩子 不一样的童年味道 每处的味道 我唱的三十堂 我唱的三十堂 记者林雨莉 韦光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